將也修 修訂 輕重症的分流的情況 那當然重症跟 中症都會收到醫院去 那沒有症狀跟輕症的成人 那以前是75歲 現在修訂成80歲以上 才到醫院 但也不是規定說80歲就一定要到醫院 如果他覺得自助身體的情況 那無症狀 輕症 那家裡比較方便 那可以選擇 還是可以選擇在醫院 但是指的是說80歲以上以下沒有症狀 輕症的成人 就不要到醫院 就不會收治 在醫院 除了懷孕36週以外 那至於70歲到79歲 65到69歲且獨居 那懷孕35週以內 那這沒有住院的必要 但又不符合居家照護條件者 就是說家 家裡面有一些情形 沒有辦法 來作為他的一個 就是做一個居家照護的條件 那這個也通融 那另外是69歲以下 符合居家條件 那且符合65到69歲的獨居者 那就當然在居家裡面來做照護 那兒童這個沒有新的改變 但是要清楚 這些都是需要住院的到醫院去 要經過醫師評估 卻有住院治療必要者 所以大家要注意 這還是要經過醫師的評估 那至於沒有症狀 輕症的 在洗腎 就血液透析確診的病人 那就會在安排居家照護的時候 他會指定 透析的場所 透析的診所 經衛生局的規劃 他會指定透析的診所或醫院接受血液透析的 治療 那另外在出院 我們現在原則 醫院收治無症狀輕症的確診者 住院天數 以不超過5天為原則 如今醫師評估已無住院醫療需求 且符合 解除隔離條件者 那有醫院就先行安排出院 如果沒有符合解除隔離條件 那就下轉 返家進行居家照護 致隔離期滿 所以 輕症 則無症狀者 住院以5天 以不超過5天為原則 如果5天已經可以解割 那當然在醫院就解割了 如果還不能解割 但是身體情況也好 那沒有 積極治療的必要 那就會就是返家進行居家照護 到這個隔離期滿 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規定